96套上海房产被查封 价值17亿 张婷的微商生意多赚钱 近日 据媒体报道 继TST被认定为传销并罚美2100万后 象征其辉煌的上海钱摊大楼也被查封 2020年底 林瑞洋手持话筒 站在上海钱摊的办公楼里 豪言道 整个钱摊这么大的地方 只有两栋楼卖出来 一栋楼卖给了西部证券 一栋楼卖给了TST 他不忘分享成功秘籍 因为TST热衷于服务客户 将所有的经营合理合法化 话音刚落 周边一阵欢呼 那是TST的代理商们 他们神情崇拜 听着老板侃侃而谈 不忘用手机记录传播TST的厉害 那是张婷 林瑞洋夫妇打造的 TST庭秘密的高光时刻 这对眼而优左伤的夫妻 多年前离台赴大陆发展 2013年6月注册了护肤品公司 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 从事研发 生产与销售业务 旗下主要产品为 TST庭秘密系列护肤品 主打活教舞 其间TST争议不断 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销售模式 但这并未影响它在明星效应下发展壮大 市场真正认识到这家微商品牌是 2018年达尔威 以12.6亿元的纳税额 位列上海京浦区纳税榜第一 利压中通 申通 运达等多家上市公司 这一消息在社交媒体圈疯狂传播 张婷 林瑞洋将纳税大货的光环发挥到极致 偏远的京浦已经满足不了TST发展的脚步 2020年6月 市场传出达威尔以17.6亿元的座价 买下了京要钱摊项目中的2号办公楼 传言很快在网络端得到证实 随后不久 张婷 林瑞洋带着合伙人陶红 明道 频频现身钱摊大楼 彼时张婷更霸气地表示 要送给陶红一人一层楼作为办公室 而今这栋林瑞洋口中 象征合理合法化的商业成果被报已被查封 4月18日 澎湃新闻称从权威局到获悉 张婷 林瑞洋夫妇创办 经营的达尔维公司 因从事传销活动 导致公司名下96套房产 被石家庄玉华区市监局查封 价值17亿元 据西开房产查封日期为2021年7月20日 查封申请人为石家庄市玉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消息一出 市场哗然 大家好奇为何张婷 林瑞洋能在限购的上海拥有如此多套房 据西 该查封房产即为上述前摊写字楼 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江耀路28号 京耀前摊项目位于前摊板块核心位置 由美国解释门与上海本土的陆家仔集团 合作开发包括办公 商业 住宅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体项目 项目总建筑面积约35.7万平方米 其中写字楼6栋对应19.9万平方米 还有6.8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 剩下的为住宅部分京耀鸣底 凭借着新一代国际商务区的规划 前摊吸引了不少企业入住 TST此前购买的京耀前摊2号办公楼 总面积26305平方米 以17.6亿交易金额计算 单价近6.7元每平方米 在TST之前 京耀前摊的3号办公楼 以15.17亿元的交易座价卖给了陕西能源 单价近6.5万每平方米 在TST豪治后不久 招聘服务企业前程无忧 也斥资20.7亿元 买下一栋办公楼作为新总部 据悉 此次被查封的房产落户在上海镇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和上海剧情一网实业有限公司 这两家公司名下 国际金融报记者查询发现 上述两家均为达尔维全资子公司 前者成立于2017年10月26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后者成立时间稍早 为2016年9月17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两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林吉荣 不同于住宅类产品的限购 上海的写字楼市场并没有文坦 因此公司在购买时无需具备购房资格 对于市场关注的96套房 上海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卢文希 分析存在两种可能 一是考虑到整栋楼作价过高 交易存在难度 开发商此前从便于出售角度考虑准备做散售 故将整栋楼分割为96套房 如果为此种情况 张庭交易时就涉及96张产证 此外也不排除 是达维尔购买后自行分割所制 按照要求 商业办公位建筑 需要采用公共走廊和卫生监视布局 且最小分割套内面积 不能小于150平方米 因此规则较多 流程繁琐 难度不小 银科律师事务所全球伙伙人郭仁律师 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 上述房产产权被查封 也就意味着其无法进行抵押和交易 至于目前达尔维公司 是否可以继续使用 郭仁说要看法院要求 东南大学法协院副教授张马林也强调 未经法院许可达尔维不得使用 其表示下一步要等石家庄市郁华区市监局 做出处罚决定后再进行处理 可能会在强制执行程序中拍卖 实际上 早在去年7月 石家庄市郁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便以查证函回复的形式 公开披露了达尔维涉嫌利用网络 从事传销活动被查处的进展 根据其当时对李去反传销团队 查证函的回复 早在当年6月5日 就已对达尔维涉嫌传销进行立案调查 因其利用金融机构 转移或以密涉传销资金 该局已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采取保全措施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调查中 为了平息舆论关注 2021年7月29日 TST在官方微博回应称 上海达尔维是一家合法经营的公司 自成立以来 始终遵从政府指导 坚持合法经营 依法纳税 非常感谢河北石家庄政府指导公司排查风险 目前公司运营一切正常 公司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工作 张婷 林瑞阳也转发了该条微博 然而这场传销危机依然在蔓延 4月初 达尔维被湖北保康县市场监部管理局 认定构成组织策划传销违法行为 被没收违法所得 1927.99万元 罚款170万元 处罚决定书显示 达尔维自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7月 共发展会员超过707万人 其中蓝卡会员641万人 红卡会员66万人 相关公司在涉及传销的主营业务上 营收共计91.71亿元 获利1927.99万元 达尔维公司制定的奖金制度 将会员区分为蓝卡会员和红卡会员 其中蓝卡会员属一般消费者 维规的主要在红卡会员的奖金制度 据悉达尔维公司的红卡会员执行的奖金制度 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 形成上下线关系 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 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的行为署 禁止传销条例相关条款所指情形 属于传销行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制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制度